郭美斯說到,當巴拿馬國歌揍起的時候,你聽到全場的人都跟著槍。 感覺就像到FG為賽的主場賽事一樣,真的很開心,有這麼多巴拿馬人去到現場支持他們,有人喉咖喪諹,真的很重要,很感謝他們! 等了很久 終於成功登上世界盃大舞台 雖然班辣馬輸了比利士 但是就上了寶貴的一伙 相信憑著上場的經驗 他們再次在美光燈下面出現 哪會更進一步 加比爾高美斯說 堂就已經上了 他們也了解到 他們面對的對手很有效率 球隊的確需要更多控球拳 因為如果給了球對手 就很容易會失球 加上對方迫搶也很快 所以球隊上下一定要冷靜地用球 班辣馬歷史上上陣次數最多的球員 就是加比爾高美斯 他在上一仗有接近完美的全球成功率 但是如果想要晉級 班辣馬就一定要更快 找到打破英格蘭缺口的方法 可以感到寶貝爾比爾高美斯 滿臣不來道 球隊在進攻方面 一定要更加積極 不要像上一仗這樣 对手不斷地攻上 班辣馬其實也可以進攻的 但是進攻一時 球隊一定要在防守組織方面 是更加小心 六九比以高美斯就说了 班达玛除了要有上一仗 对比利时半场的表现之外 也都要踢得更有信心 和更加实在 因为亦都预知到 今中的对手 也是相当有效率的 最后班达玛就说了 班达玛来到西加布 除了学习之外 也都是来教技的 这场比赛对两队来说都很重要 一定会很难踢 所以球队一定要出尽全力 拼死一致 拼死不知道是否讲大了 拼老命肯定的 因为其实班达玛阵中年纪 都是比较大一点的 刚才跟Ricky聊天的时候 班达玛就 首先他们在外围赛 能够最后一刻进来 是有点奇迹的本身 进来的时候 就看到现在他们有好几个主打的球员 但年纪真的不小 都时不外遇 三五六七这样 是 曾经有几个球员 都是在足球身上很出色的 譬如佩尼斯 迪夏特 巴雷等等 当然传奇就是华迪斯两兄弟 那时候真是90年代 那时候真是世界级的球员 但是好像去到决赛周里的实力是差点 教练就好了 我很喜欢这个歌迪斯 因为很有经验 之前也带领过哥伦比亚国家队 但今天这场球队对着英格兰 我预计都是下风的 他本身教练真的有世界杯经验 不过限米煮閒球员只有这么多 今天上一场 职场输了之后 今天他们暂时想起 因为没什么伤病 可能也会完整 是的 他也知道限米煮閒球员 再加上上一场 其实他的表现一点都不失礼 特别在防守、反击方面 上一场真的令到比利时 有点头痛 刚才阿聪说过 你之前去到英格兰 看了对着哥斯塔的场合 也感觉到中北美洲的球队 所以Ricky就是哥斯塔的专家 你预计今天这场球队 英格兰就是你的爱队 预计巴拿马看起来比较淡 会否打一场漂亮胜仗 其实也可以 但是绝对不容易 因为看到巴拿马的三师 就是说给你 他们后防的队长就是罗曼托利斯 中间的高美斯 以及前面的佩雷斯 三个都是非常有经验 而英格兰的问题 就是究竟他们中间 可不可以把球从后场串联 到上场中前场的位置 其实也是他们要改善的地方 狂热粉丝 冷静模式都开得很快 前国家队的队长 阿北查 在这场球队开队前 就跟英格兰的粉丝说 他希望球队能够重新 令到你们爱上他 不知道可以吗 继续回来看看他的阵容